阿贝多 灵华 夜兰 剑膜终于升级 优化后颜值起飞 玩家 史诗集加强 各位大佬好呀 就在刚刚 有大佬在论坛上晒出了 有关神里灵华 夜兰 阿贝多 身后以及荒龙一斗的脸部剑膜优化改动 直接是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 那么废话不多说 一起先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是饱受争议的神里灵华大小姐 灵华侧脸一直很好看的 正面呆呆的就是因为鼻梁不明显 刘海末段不细密 有塑料感 这次优化后的不仅发量增加 表情也更有气质了 然后是阿贝多的脸部优化 阿贝多剑膜主要的问题是发量太少了 PV里面那么帅 剑膜感觉很普通 优化后的阿贝多脸蛋确实有像PV里面那么帅了 脸蛋不再圆润 眼睛和眼距有点大的问题都解决了 但发量还是一如既往的少 如果再增加一些发量 相信颜值会更高 然后是强度与颜值不匹配的夜兰 在丽慧中又真觉得好美好美 最出彩的是妆容 给人一种民国的感觉 实际中就感觉有点臃肿 感觉像没年好就拿出来了的半成品而已 而玩家晒出的这个脸蛋优化就非常不错 调整了眼妆 脸颊的大小 头发也更轻盈柔顺一点 看起来顺眼多了 还有就是深鹤 深鹤建模的最大问题就是下垂眼和秃头单辨刘海 深鹤背面还是好看的正面有点臃肿 深鹤脸部优化后更契合立会中的神情 更加的具有高冷饭 完全抛弃了之前的吓他眼 发量也明显增加 更加协调 最后被优化的就是我们的斗子哥 荒龙一斗的主要问题就是脸型太年轻 不符合人设 像极了小学生跟立会中的形象反差太大 此次优化后也是更契合了立会中的气质 五官特征比较成熟 除了以上这五位之外 还有塞诺博士的建模备受吐槽 这次是玩家在论坛上晒出的 真实性有待考证 不过如果麦真这么优化的话 大家觉得咋样呢